巨司与各电力事业单位及国内外电力行业知名企业携手 共同推动高效清洁的绿色智能电网 为加快中国强而有力的智能电网发展 巨司于2009年5月促成国家电网宣布了到2020年前载全中国实施的路线图 于2010年4月成功的协助扬州政府成立了中国首个智股 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扬州成功的把GE、Siemen、LS 还有很多中国的非常有名的公司都吸引到扬州来 在扬州落地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扬州会成为中国非常知名的智能电网的中心 我希望海里外一切有助于智能电网发展的企业家们到我们扬州来 我想目的情况下在中国内在全球 至于在扬州才可以大地发展智能电网 我们干扰的事情 只要和基金合作的话 没什么事情做得做不好 巨师作为非引力组织 我们促成各国各层面对话 并且向人们展示 如果我们精神合作 一加一会等于许一 你们就是说 拿项目过来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